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说这个汉字 威 大陆人常说,威王,威显,威娜 台湾的朋友好像是说,威王,威显,威娜 大陆人发第一声,台湾发第二声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汉字 它有两个发音 第一个是威,第二个是为 在大陆的新华字典中,只有一个发音,就是威 台湾的国语字典中,也只有一个音,就是第二声,威 它只是发音不同,但是含义是一样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威的解释 它的解释是,在高处而畏惧 我们来看这段 公王大人之事也,威而美名者,可则觉知 不用费力而易成者 可则觉知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王公大人的事情 如果地位高声名好,可以决断,就做决断 如果不费力气,就容易成功 可以决断,就做决断 这里的公王大人,就是指天子诸侯,品德高尚的人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对威的另一个解释 恐惧,幽惧 我们看这段 福本末更胜,虚实有实,且为君微之 他的意思是说,贤工应该知道,事物的本末是轮流兴盛的,而其盈亏消长,也有时间性 所以,我私下为贤工感到不安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对威的另一个解释 使危险,伤害,损伤 我们来看这段 他的意思是说,难道大王要兴师动众,使将士们身陷危险,同别的国家结下怨仇,然后心里才痛快吗? 我们再来一起看对威的另外一个解释,是怀疑疑虑 我们来看这段 古智乱之话,君子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乌,知交相倒,夫妻相貌,日以相威,诗人之计,心若禽兽,长血狗粒,不知异理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所以,极端混乱的社会 他的风气是,君臣相互残害,长少相互杀戮,父子残忍相待,兄弟相互欺骗,知友相互背叛,夫妻相互冒犯,人们天天相互残害,丧失人伦,心像禽兽一样,长鱼邪恶, 苟且求利,不懂礼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他的解释是,给子孙以利禄 其结果是,给他们威恶 我们来看这段 世人皆宜之以威,今读宜之以安 谁所宜不同,未为无所宜也 他的意思是说,世上多数人给子孙留下危险 现在只有我留给后代平安 只是留下的东西不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成语 人心唯威,它的含义是,指心地险恶,不可揣测 我们来看这段 人心唯威,道心唯威 唯精唯一,润直觉中 这里的人心唯威,人心应该指的是人的原始欲望 威,指的是危险,险恶 道心唯威,道心应该是指人的事业心 威,指的是微小,细小 唯精唯一,精指精通 一就是一行一业,一事 允直觉中,允指的就是公允,公大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测的 道心是优微难明的 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秉行中正之道 才能治理好国家 对于这段也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解读为,人心非常的危险 道也非常的微妙 因此要以全谋之术防范人心 如此便留于全谋之术,而不屑于智诚之心 劳心者治人,而劳力者治于人 卖力者一无所获,而全谋者盆满波异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 为精为一,润值绝衷 是以全谋之术防人心 还是以智诚之心,智中和 路在脚下,而选择尽在心中 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期待 期待 期待